民黨總統參選人 侯佑儀 今天到花蓮來拜會 花蓮縣長徐珍衛 我也就很好奇啊 這樣子他是不是就會跟那個之前關係 有一點緊張的傅昆琦 榮斌呢 侯佑儀說他今天來花蓮市是做縣市交流的 當然也希望大家一起團結努力嘛 畢竟都是這個國民黨啊 詳細狀況連線給記者林柏睿 好 主播但你關心的是國民黨總統參選人 侯佑儀被外界認為與立委傅昆琦關係緊張 而侯佑儀今天是到花蓮縣 那麼傅昆琦的妻子花蓮縣長徐珍衛也出來迎接 我們先帶你來聽他稍早的訪問 我們今天來特別借縣市的一個交流 了解花蓮縣跟新北市 如何來做好更緊密的合作 其實副委員是在花蓮縣 不但擔任縣長也擔任過立委 對花蓮縣的縣民做了很多的服務 我們都是國民黨的 我們都會去團結面對 大家一起努力 之所以會被關注就是因為過去 侯佑儀曾經發文拒絕黑金 在任何政黨出現 黑金不能復辟 似乎是暗指傅昆琦 並且傅昆琦捲入信騷疑雲時 侯伴也是公開要求黨中央要積極調查 不能寬戴 讓兩人關係是更陷入冰點 而傅昆琦也多次缺席 侯佑儀的造勢場合 侯佑通過藍營提名參選總統的時候 徐真偉也是缺席 甚至還多次跟郭台銘同框 不過今天侯佑儀到了花蓮的時候 徐真偉是親自出來迎接 並且兩人也談了將近快要 30分鐘這樣的一個時間 而當然看到徐真偉 他也表示說目前的共識 就是要團結在野黨的力量 讓台灣更加安定更加繁榮 並且侯佑儀也是表示 要團結所有力量 那麼以上是目前現場 掌握到最新情況 再把時間鏡頭交還給棚內主播 好 謝謝柏睿的連線 這個2024總統大選到目前為止 所有的民調都顯示 賴清德還是穩坐第一 所以再也要如何整合 真的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徐樂支持者都在呼喊韓國瑜 那南投縣長許淑華 我們的省力女超人 他也這個傳達了韓國瑜 他現在的想法 他說韓國瑜從國民黨提名 侯友宜之後 一直都是公開表態 權力支持侯友宜 他一直自我期許 就是一個拉拉隊的隊長 欸 隊長該出來了 不管是立委或是這個總統候選人 需要他都會請權力來輔選 至於接下來我們的隊長 要怎麼做呢 趕快來聽聽看 這個是許淑華現場 給我們的獨家內幕消息 韓市長非常關心 國民黨整體的未來以及發展 那所以呢 在這一次的總統大選 包括立委的選舉 他也是竭盡所能的 會這個用盡一切的 這個方法跟力量 來為我們所有黨籍的候選人 來輔選 那所以呢 尤其是在接下來 剩下幾個月的時間呢 大家會看到 在整體的這個登記之後 也一定看到 他會為我們所有黨籍的立委候選人 包括總統候選人侯友宜 一定會賣力的來輔選 也希望能夠為黨 盡到他自己的一份的一個心力 所以在這裡呢我們還是希望 這個整體呢國民黨也能夠 在這次的整合工作 包括在很多的協調工作 能夠繼續的來努力 讓這一次呢國民黨提出的候選人 都能夠順利當選 那尤其呢民進黨執政這幾年 也受到了這個很多民眾的這個埋怨 確實沒有辦法來滿足 很多的這個地方百姓的需求 特別是各種的這個民生的物資 不僅是缺乏那甚至呢都讓我們看到 還有很多呢這個甚至呢 會有一些死傷瘦瘦的情況 很多的百姓確實是很不滿的 所以我們希望呢大家都能夠 下下民進黨 那最主要呢我們也希望呢 大家能夠團結一致 那所以就我了解韓市長 他也會非常的關心 整體國民黨的發展 那希望呢能夠為國民黨 能夠一起共同努力 浮選好打下美好的一戰 太陽星全校客費 客費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客費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客費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由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這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他 稱他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客費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要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要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 客費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客費爾時刻美好 Foodsea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 有額外的折扣 me 酷